今天开始两岸将进入海空运天天直航 还有两岸的邮件直通的新里程 在海运方面 基隆台中和高雄港也都要举办盛大的首航仪式 今天首航就有16架次的班机 复兴航空拔得美日暴击头筹 八点由松山机场飞往上海 现场的最新情形我们现在就连线公事记者真如 来 真如 好 各位观众目前我们所在就是这个松山机场 今天就是两岸直接三通的第一天 而这个首班机是由复兴航空抢得头箱 是表定八点钟从松山直飞上海 而稍早在六点钟的时候 已经乘客都陆陆续续报道 这个今天的飞机是180人坐 上面坐了144人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飞机正在跑道上做最后的检查准备起飞 显然是稍微有一点延迟的状况 而事实上这个飞机表定是八点起飞 要在九点五十分的时候抵达上海 表定整个飞行航程是一个小时五十分钟 不过事实上这次是走这个全新的北航路 也就是不必再透过香港飞航情报区 整个时间算起来呢 如果大家越来越熟悉的话 大概是82分钟台北就可以抵达上海 比起从前呢要必须经过香港中转 甚至呢还有即使是周末包机 也必须经过香港飞航情报区 这样看起来是非常快的一个状况 而目前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飞机正准备起飞 而稍早我们访问到现场的这个旅客 都提到就是说 比起过去转机可以省很多的时间 好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飞机正 慢慢的准备要起飞 而事实上呢今天除了这个复兴航空之外呢 一共是有16个直航的航班 分别是要飞往北京上海深圳杭州 天津还有广州 那我们台湾呢是总共就是包含了桃园 以及上海两个机场 另外呢这一整个礼拜呢 会有101班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那稍晚的时候呢 这个深圳航空就是大陆方面的一个民营航空公司 也会抵达我们这个松山机场 到时候这个一整个星期总共会有101个航班 那在票价方面呢比起以往 过去大概台北飞上海的票价大概是17000元 那因为直航节省了这个油料 也稍稍有降价的状况 另外呢在团费的部分呢 也整个有下降的情况 今天这个台北飞上海的团呢 我们刚访问到民众呢 是整个就是六天的这个行程 只要6999块 所以参与的这个民众都非常的兴奋 那以上呢就是在这个松山机场的最新状况 如果有最新的情况 我们将随时为您掌握 欢迎回到手语新闻的现场 金融大海啸失业率连年连续半年走高 10月更是创下4.37%的五年新高 面对这一波就业市场的不景气 听障者工作机会也大受影响 不过还是有不少听障朋友不担心没投入 从今天起一连三天 我们将推出双手拼未来专题报道 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看到的就是听障老板洪建能 他的经营之道以及店内听障员工 他们的做法到底是如何的 习惯把这里称为老五的日本料理店 相约来这里吃饭 因为老板是老五排行第五 听障朋友说的老板就是他洪建能 坚持好料理还有服务亲切 洪老板把父亲留下来的日本料理店 经营得更有声有色 假日生意好到要十几个员工 才能够应付得过来 而吸引听障朋友爱来这里用餐的就是他们 因为本身是听障 洪老板知道听障朋友不好找工作 店内需要人手就把工作机会给了他们 现在听障员工有四位 刚被裁员的黄荣吉很感恩有这一份工作可以做 所以工作起来特别的勤奋 而同样也是负责外场服务的林立人 年纪轻轻就懂得要存钱 白天有一份工作晚上还到这里来打工 而且已经做了两年多 现在工作很难找又不景气 大家要赶快找工作赚钱存钱 因为稳定性购 现在他也开始负责烧烤的工作 而听障员工里最佳典范就是他 童金菊 在这里工作已经十一年了 期间除非有重大的事情绝不请假 也因为这一份认真赢得老板的信任 聋人要好好认真的工作 如果没有了工作就没有羞辱 有工作才能够赚钱养家 我们聋人并不懒惰 乐在工作他们的表现 让年轻的第三代老板刮目相看 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仁 并不排斥这样子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是真的打开心房 在跟他们接触 打破外界对无声世界工作不认真的刻板印象 这几位听障朋友证明 只要肯努力 就算经济不景气 双手一样可以拼出 好未来 记者邱秀林郑凯文 台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